解放战争中,我军勾起指挥官阵亡,苏玉为何下令严格保密? 1946年10月,国民党五大主力军之首张领辅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,声势浩大的杀向了苏中解放区的重镇连水。 当时苏玉虽在苏中地区打了多场大胜仗,但我军并非权限占优,张领辅所率的整编七十四师就一路攻城拔寨,显得格外嚣张。 国民党七十四师拥有最先进的美式装备,并且战术精良,号称蒋介石的御林军,为了遏制七十四师的攻势,素玉立即组织兵力支援连水。 时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的司令员谢祥军,便率部投入了这场激烈的战斗,最终我军虽取得了连水战役的胜利,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军,但素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 因为谢祥军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了,谢祥军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,所谓千军一德,一将难求。 谢祥军作为一个从红军时期历练出来的老将,他的牺牲无疑是我军的巨大损失。 可令人不解的是,素玉竟在谢祥军牺牲之后,下令要严格保密这一消息,甚至连追悼会也不让开。 那么素玉是出于什么原因,才下达了这个看上去有些不尽人情的命令? 谢祥军作为第十纵队的司令员,由为何会在我军最终获胜的情况下,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呢? 本期视频,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,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,不妨点个关注,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,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。 谢祥军是一个自红军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老革命战士,本来他将会成为一个璀璨的将才,但可怜天度英才。 谢祥军牺牲的时候,年仅32岁,他出生于1914年的湖北省大雾县,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,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,都处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。 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,谢祥军从小就在心中拨下了革命的火种。 后来到了1930年,年仅16岁的谢祥军参加了中国共农红军,并在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 当时红军的条件十分艰难,但谢祥军没有丝毫的怨言,加入红军投身革命事业,一直都是谢祥军坚定的梦想。 在部队中,他吃苦耐劳,并且不畏生死,往往会在战场上宠在最前面,人凶险的枪林弹雨从身旁呼啸而过,谢祥军都没有丝毫的恐惧,眼中只有胜利和前方。 并且谢祥军不仅作战勇猛,有过教育基础的他,还很爱学习,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中,谢祥军总能在闲暇时保持冷静,投入学习。 凭借自身勇猛的作战意志,以及优秀的心理素质,谢祥军很快得到了组织的重视,一路从新兵升至师长,几乎参与了红军时期所有的重大战役。 但战场上,枪炮无眼,因为总是冲在最前面,谢祥军身上曾多次负伤,其中最严重的是一次腿伤,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,消炎药供给严重不足,谢祥军的腿伤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,导致伤口感染溃烂,一度危及到了生命。 医生们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,决定拒掉谢祥军的那条伤腿,以此保全他的性命。 但谢祥军在听到这个消息后,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当时的军长罗炳辉,并苦苦哀求道, 我是一个战士,没有腿就不能上战场,我宁可不要生命也不能不上战场。 谢祥军的坚持打动了所有人,这种宁死也要上阵杀敌的魄力,更是展现出了我中国军人的烟雾军魂。 中国有谢祥军这种铁血硬汉,又怎会亡国呢? 最后谢祥军的坚定意志终于打动了上天,在医生们的不懈努力下, 谢祥军的伤腿保住了,他也得以重返战场。 之后谢祥军依旧保持着最初的勇猛,腿伤的打击丝毫没能影响他上阵杀敌的步伐。 或许在谢祥军心中,上战场痛击侵侵日军,是一个有热血的中国男儿最该做的事情。 但与其他众多红军战士相比,谢祥军有良好的教育基础,并且脑子也聪明,喜欢学习。 所以相比于上战场,谢祥军如果从事教育事业,能为革命做出更多贡献。 鉴于抗日战争爆发后,我党红四军战士的作战素质层次不齐, 组织便安排谢祥军前往抗大学习深造,学成后从事教育工作,为红四军多输送一些高素质的军政干部。 尽管谢祥军更希望能在战场上挥洒热血,但为了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, 谢祥军最终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前往抗大,开始了他的学习和教学生涯。 谢祥军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信任,从抗日军政大学学成贵来后, 谢祥军便快马加鞭地赶到了晚南,担任了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科长。 接着谢祥军便把学校当作战场,开始了为组织输送人才的革命事业。 在学校,谢祥军能发挥比战场上更大的作用, 一个又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学生,被谢祥军培养成了优秀的军政干部, 并在战场上发光发热,为民族抗日事业做出了诸多贡献。 同时谢祥军的职位也一生再生,从最初的教导科长一路升至抗大第五分校校长。 期间,谢祥军不仅要承担为组织输送人才的重任, 还要想方设法地对付敌人的围攻。 当时丧心病狂的日军在我国土地上无恶不作, 他们不仅将枪口对准了我国军人,甚至连我国的百姓和学生也不放过。 但面对凶残的日军和叛国投敌的无耻日伟军, 谢祥军没有丝毫的恐惧,他当时虽然是拿着笔杆子的老师, 但同时也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铁血军人。 谢祥军有着充分的抗击敌人的经验和勇气, 很好地保护了学校里的学生们。 有一次,日军带着日伟军突然对谢祥军所在的地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, 谢祥军刚刚得知这个消息时, 敌人的部队便已经把学校围了起来。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,学校上下一片惶恐, 因为学校里面大多都是没有参与过实战的学生, 并且他们的武装力量也落后敌人一大截。 这时候,唯有谢祥军保持着绝对的冷静, 他深知日本人有多么残忍, 如果学生们被敌人抓获, 那么迎接他们的要么是死亡, 要么是暗无天日的地狱。 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, 谢祥军立即将全部人员召集了起来, 并下达命令道, 所有学生做好突围的准备, 日本鬼子想包饺子, 也得看他们的锅够不够大。 接着谢祥军组织学生们尽可能地武装起来, 并分成了几个小编队, 由他亲自指挥接下来的突围行动。 谢祥军在这次突围过程中, 展现出了超强的指挥能力和作战素质, 他在经过对局势的观察之后, 很快找到了敌人兵力最薄弱的点, 并以此为方向, 展开了闪电般迅速的突围作战。 最后在夜色的掩护中, 谢祥军成功带领学生们完成了突围, 避免了这次灭顶之灾。 不过突围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, 其间一个由女学生组成的小队, 因为误判了突围的方向, 导致他们没有严格按照谢祥军的指挥行动, 意外地被日伪军抓获。 谢祥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, 离席带人前去营救, 谢祥军依旧保持着红军时期的勇猛, 他在将女学生们一个不少地救回来的同时, 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队伍。 可以说, 在中华民族八年的艰难抗战中, 谢祥军虽然没有亲自上阵, 赶赴前线战场, 但他仍然为民族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因为谢祥军为组织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军政干部, 这些干部们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勇猛地抗击了日军,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, 他们继续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, 用自己的汗水鲜血甚至是生命促成伟大新中国的成立。 而谢祥军就是众多为国牺牲的历史中, 拿耀眼而璀璨的一个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, 解放战争打响, 谢祥军离开学校再次奔赴战场, 担任了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的司令员, 可以说组织需要谢祥军去哪里, 他就会在哪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已经多年没有上过前线的谢祥军, 仍然保持着一个高级将领应有的作战水准, 他带领第十纵队的战士们, 勇猛抗计国民党反动派, 连战连结, 揭灭了敌军五万余人, 同时肃裕也率部在苏中地区连年打了多个大胜仗, 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 但我军也并非是全线占优, 毕竟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更加先进, 人数更多。 特别是张宁甫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, 凭借先进的美式装备一路势不可挡, 眼看着就要达到了苏中重镇连水。 连水是我军重要的战略地点, 一旦失守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。 苏玉在仔细分析过战局之后, 决定增派兵力, 死守连水。 邪祥军所率领的第十纵队, 便在苏玉的组织下, 肥肃赶到了连水。 当时张宁甫张着七十四师先进的装备, 一路攻城拔寨, 表现得极为张狂。 他不顾国民党政府先行修正军队的意见, 执意要打下连水, 气焰十分嚣张。 不过张宁甫的确是有嚣张的资本。 国民党七十四师装备着全套美制现代化装备, 飞机、大炮、坦克, 应有尽有, 自然不会把持有轻装武器的第十纵队放在眼里。 从武器装备和人数来看, 邪祥军所率部队胜利的希望极其渺茫, 但邪祥军司令没有丝毫的具意, 他有着充分的倚弱盛强的经验和信心。 1946年10月19日, 张宁甫率领七十四师, 兵分三路向连水进军, 企图一举攻下连水。 此时, 解放军的装备虽然不如七十四师, 但我军凭借灵活多变的战术, 仍是有效阻击了张宁甫派出的三路大军。 谢祥军司令利用黄河两岸的有力地形, 组织打响了连水保卫战。 紧接着, 谢祥军亲自率领三个团的兵力, 沿着顺河级焦陵一带布置了固若金汤的防御, 打退了七十四师, 数次进攻。 在前期的激烈战斗中, 嚣张跋扈的张宁甫没有占到任何便宜。 战斗进行到第十五天时, 恼羞成怒的张宁甫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, 派重兵对我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 谢祥军司令为了第一时间掌握战场上的局势, 亲自前往前沿阵地指挥所观察敌情, 可就当谢祥军拿着望远镜观察黄河对岸的敌情时, 一颗来自敌军狙击手的子弹, 打中了谢祥军司令的腹部。 尽管第一时间, 谢祥军的手下就紧急将他送往后方的医院, 但因为伤势过重, 于前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, 一带将材就此陨落。 谢祥军牺牲的消息传到素玉耳中时, 素玉感到十分震惊, 且悲痛不已。 要知道, 谢祥军司令是从红军时期历练出来的将才, 前军一德, 一将难求啊! 谢祥军的牺牲无疑是我军的巨大损失, 悲痛的素玉强行保持着理智, 为了顾全大局, 他下达了一个有些不尽人情的命令, 那就是封锁谢祥军司令牺牲的消息, 更不准开追悼会。 谢祥军的遗体就这样被手下就地掩埋, 悲壮而伟大。 当时连水战役还没有结束, 如果让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谢祥军牺牲的消息, 他们势必会趁虚而入, 大肆宣扬乱我军心。 为了顾全大局, 素玉只能忍痛下令, 将消息暂时瞒下来。 后来直到1959年, 谢祥军牺牲的消息才被公开, 组织将他的官果迁到了卢仆历史林园, 并为他补办了一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。 此后谢祥军司令的应用事迹将永远被历史铭记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, 在了解了谢祥军的应用事迹之后, 内心有没有什么感触呢?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,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,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,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咯!